他其實除了技術戰之外 剩下三套都是反控牌組 包含到獵人 薩滿 跟德魯伊 看一下他的技術戰是有帶阿薩琳娜嗎 我記得是有的 應該要 因為阿薩琳娜獎真的已經算是技術戰的標配了 就是假的不帶的話是沒有辦法跟其他控制去打後期就是 對 那這邊他一開始就先上了技術戰 面對到的是托肯德 我這邊甚至看到他是帶兩張五面 他是決定要打內戰的時候可以做 他也算是配置到滿貪心的 伊莉絲也有帶 對 所以他是 然後恐角龍 恐角龍也帶兩張 所以他是覺得說五面可以複製到小恐角龍之類來增加牌庫的皮繞程度 他這個雖然是反控 我在想他是不是覺得任務賊 因為任務賊其實是反控的一個很穩定的牌 但他沒有選擇使用 就是反而帶了技術戰就是怕遇到快攻的時候 快攻的時候會頂不住就是 然後他把自己的任務戰配的 不是 技術戰配的很貪 對 這樣子去打到一些其他反控牌也算是還有機會可以打 我再看一下他的 技術戰為什麼可以擺到這麼貪心 就是還有 例如說 對 兩張五面者嘛 然後伊莉絲也有擺 然後蛇法 蛇法佐拉 蛇法佐拉也有放 但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最貪心的版本 但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最貪心的版本 這邊可以看到他直接裸下了阮尼 對到的是 龜殼Token 其實這個對戰 數據上來說是 Token的這邊開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技術戰的 旋風戰的能力是很差的 就像成太也沒有擺到旋風戰 就完全沒有這個AOE的能力 除了鬥歐子跟魯莽揮舞之外 對 只有四張AE 可是其實Token的這邊 其實能夠鋪場的 排應該還蠻多 就是除了一排幽光 可是他難打的應該是有帶老式 因為老式其實可以鋪得更多 可是 龜甲的這一種是不是反而 鋪的量會少一點 會少一點 所以就變成他要善用他的森林之魂 因為森林之魂是 戰士很難處理的 所以成太這邊的話 他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E30應該也蠻關鍵的 等一下 這一場可能要看這個E30 會有什麼發 什麼樣的發揮 是 把他這邊直接衝那個 直接衝就變成 六 六五 其實六五對 對DW來講應該還是不太好解決 其實剛好 DW比方能解釋是四血左右的 對 那六血就要額外補傷害 然後這邊交一個揮擊 看來應該是 就是 保自己場上怪多一點 所以DW這邊的關鍵應該就是 4加4完之後 看能夠配咆哮打到多少血 這樣子 沒錯 可是其實技術在能夠持續丟嘲諷的情況下 DW要突破也是 會相對比較辛苦一點 這樣子 比較難 但是 你只要場沒有站住 其實你優勢還是蠻大的 對 所以 他現在這邊就是在等一張 聖靈之魂 他決定 直接訪一個 TCE30 就是故意把怪都先刺殺 對 先鬆一下 反正你遲早是要換這個嘲諷的 這個應該要撞一下破聖盾吧 對 他可能還要想辦法甩手牌 因為他手上兩張終極瘟疫 下一會兒 他要跳零食的話 他這回兒必須還要甩掉 只要打掉一張牌 這個不太好帥 好像有點難 還是散播瘟疫就直接丟掉 因為其實這個對戰散播瘟疫是不是 呃 發揮不了作用 對 發揮不了作用 所以看起來就直接決定丟掉散播瘟疫 可以打個散播瘟疫 法術石 可能也可以繳 法術石不繳的話 其實 就看他會不會進到秘法暴局 不然的話是 對 考量到甩手牌的話 應該還是要 安全一點把它打掉就是 這個 這裡他選擇 還是在防 還是在防TC30 而且他選擇刺殺1 2 不那個 但這邊成泰 他發現到這一個大的 這個怪是 RU1很頭痛的 還蠻難解的 而且瘟疫也不能砸在他上面 好 那這邊技能暴君 所以不會爆牌 這裡的話 暴君下去 那個 機械噴射 哦 他這邊 一樣 可以繼續 應該會防嗎 對 繼續防 對 去防 成泰爾兩個TC 哇 還可以再合體 不過他應該會先 可是AE其實還蠻 噴到的東西還蠻難 蠻難過的 就是只會噴 4跟5 可是應該很難噴死4才對吧 因為你只有5下而已 對 然後這個 Siccron這邊有12血 對 沒有沒有 他的那個HELLO也是不能被噴的 對 不好意思 所以說 就等於說 對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相對來說 這個法 就是 噴下去 其實意義不太大 是不是考慮直接下 5 6 9 呢 我覺得兩種打法吧 一個是5 6 9 一個是 齊莉亞斯 對 齊莉亞斯做更大 可是 齊莉亞斯有機會好處是 他還是一個嘲諷 他可以再搭配 未來的機械來 他還是可以 BUFF其他機械 所以應該還是先下這個 大 比較大的嘲諷好一點 好 這邊 麻煩的是 磨免的情況下 其實不能用法術去解 必須一定要靠 激烈的生物碰撞 例如說搭配咆哮 或是搭配一些 加攻的狀態去解 這裡 這情況 不好處理喔 兩隻高血量的怪 假如你砸一個法術石在 69上面 換掉一個 對 好像沒有 要全解一定要開咆哮的樣子 手上的手牌來看 這邊咆哮先開了 對 他不能只靠一個 硬殼去BUFF 這樣還不夠 硬殼只BUFF這個 好像稍微 可惜了一點 他既然開了咆哮 可以全解之後 應該就是 會下薩缸吧 對啊 然後期望下一回 可以BUFF到那個 對 就 薩缸玩 因為 假設這個 就算薩缸 場上薩缸被解了 你還是有佛洛普的薩缸 加 自己的死荒者 在BUFF 這應該算是還不錯的打法 只是 就是叫了一張咆哮這樣 這邊 一定會噴死 對 一定會噴死一隻 然後再下一個小空叫龍 這邊持續一下嘲諷的情況下 這裡有 還是要 他這樣子 他這樣也還可 要等於直接加起來 照上回合的想法 可是我在想就是 為什麼 他是不打算按這個成長嗎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天氣好像沒有 沒有對場 沒有任何意義 對 沒有作用嘛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 應該先按個成長 然後來 調整一下 對 順序上來說應該是 好 那 將錯就錯 就 不按了 對啊 好 這邊 一個控制祭師 先看一下 終於可以發揮到作用了 這 沒辦法 畢竟你是Token Token得 就是 怪的數量 你一定是要靠到 三隻以上來獲勝的 我在想的是 既然要 既然要這樣子 防 Token 是不是 乾脆 早一點點 送他一些小東西 會好一點 之類的 就 早期的時候就不要防了 對 早期的時候就不要防 所以 哈囉哈囉哈囉的時候不要防 對 因為你越後期這種一次 其實反而很容易是更強的怪 像現在這樣子 這個 一個薩鋼 大的薩鋼 就被拖走了 那 薩爾沒抽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 他現在很明顯就是 你靠這些嘲諷是打不死這個技術戰的 就是你一定要趕快找到你的4加4combo 所以 所以上一回合沒有抽這一張 我個人覺得蠻虧的 然後 等於會少抽了一張 對 因為你這邊暗自補就代表你這回合做不出 也直接做不出來 然後對面的慘攻擊已經14滴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的血量壓力 好 所以你直接爆牌 就選擇強打10了 那薩爾也結束了 所以沒有抽到 沒有 還會再爆 哇 爆到聖靈之魂 這對陳太海說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所以其中一張連場的combo已經掉了 然後 這個阿山好像也不見得要交 對 因為抽到了這個爆阿博 爆阿博是 變身在這對戰還是蠻有作用的 就是拿到的都是資源可以去跟這個token的號 那他是不是可以考慮 可是這一回合 他想要看 對 假的AE的話有點慘 那直擊還不錯 發現也不錯 這應該是最差的 對最差的 就等於是直打了一滴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都是 都會比較好 疊甲是7D還不錯 疊甲比原本好 哇兩張聖靈之魂爆阿 那我覺得 這德魯尼好像打不太死 應該是下去 因為其實沒有第二波的情況下 對 主要是你少了這個連場 對 兩張聖靈之魂都掉了 所以說導致你就是一定就是 生物鋪長 那這樣其實是戰士可以解掉的範圍 對 就是他可以用鬥歐跟魯莽灰舞去解的 然後不怕你的死生素人 那這一回合這樣有必要直接先6 又他不考慮直接 例如說DK之類的嗎 說他直接 他打一張6 我在想可能是覺得這6很難用 就乾脆先甩掉 先甩掉了 就6兩張15可能比 後面6只能只剩一張15來的好 就是 對 對 那成泰也 空過 反正現在就等德魯莉出招 兩張聖靈之魂掉了 其實是 壓力是小很多 不過成泰這邊比較擔心 應該是他其實手牌數也蠻少的 對 真的有需要的話就是 阿薩琳拉借來用 對 但他這邊還是想要先留著鬥歐跟TC30 手牌雖然很少 但都是有用的結唱牌 對 所以其實也沒有到特別擔心 看起來可能 這個好像沒有 不知道會不會偷 其實 其實我覺得 說 偷了加戒 對 偷了 偷了 可是偷了就沒有鬥了 這其實蠻危險的 沒有 我一直是 喔 我一直是130 喔 就130 喔 阿薩琳拉是不考慮的 就是在你消耗完你解牌之前 對對對 我一直是130 不好意思 所以 他這邊的話 可是他偷到一個比較差的 就是 運氣沒有發揮 對 是 這邊應該龜殼是一定會上的 只是上完龜殼之後是不是連 還要上些什麼 野性之力應該一定不會上 因為野性之力可能會留著搭配後面的 幽光來做使用 那就是 看要不要交 揮擊加天聖 可是揮擊加天聖 其實還是 還是解的場面沒有很好 那我覺得可以交一張出入 先按一張出入 喔對 出入加天聖 好像也不錯 對 因為你出入 你就可以用一個甲蟲換掉 一個甲蟲 對 不然你剩下這四點法力 也是蠻尷尬的 對 至少這邊 你這樣解完之後 看會不會逼出一張鬥 而且對面已經把 T4E30都交完了 他這裡選擇直接不理那個 想要給檯面 壓力大概認為只怕鬥毆 強一點點還是好的 因為 假設 成泰要用魯莽揮舞的話 T4E30也要過來自殺掉這個武器 這是不是 哎呦 544其實也還 我要拿一個體質最好的 可這是不是可以考慮 他要打盾猛吧 就先把 檯面稍微擠 然後鬥毆只剩最後一張解白的情況下 好像可以再留一下 因為他的法力也不夠出那個蘋果樹 因為他剩下四費 如果夠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拿蘋果樹沒有錯 站這邊其實就盡量把回合往後拖一點 因為畢竟 只要鬥毆還沒交 對方也不太敢 過大的鋪場 對方 對方只要不過大的鋪場 那其實你的 壓力也會小很多 那這邊的話 他要直接打爆嗎 沒有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先 就是 先繳一張幽光了 幽光之靈了 但我覺得爆應該已經要搭配幽光之靈了 假設他要繳爆應該是 因為他有第二張嘛 你這個野心之力可以留著 留著第二張用 這邊先騙一張AOE 先騙一張AOE出來 這也不能說騙 就是等於是 已經檯面確實夠強了 這個再不鬥 也頂不太住 而且他已經沒有牌了 就是確實要做這樣的加壓 那看來應該都玩5加5 5加5 剛好 剛好 因為在這裡其實現在 疊架也許反而不是最主要的事情 是要把場面先站住就是 這邊陳代 還需要再買一張 解牌 來確保這場勝利 這邊甚至可以看到 SecretX他 把前面把揮擊就交掉 也有可能是為了 避免被阿瑟琳娜 換過去之後 換過去之後 不過法 他也不能當回合打出就是了 好 這最後一波的呼唱 等你打到彈進圓絕 看有沒有進 那應該遊戲結束 那就是都玩之後 再也沒東西可以鋪了 因為 好 先發現 那 好像拿個推土機吧 推土機可以直接撞怪 其他兩個的體質太爛了 都太小了 推土機牛拿下來 因為下方其實 左三張廢牌 其實沒抽這個都 成泰 好像 也沒有 也不會到 因為他有一個659嘛 對 還可以再擋一下 對 也沒有到特別危險 然後他選擇拿費用小一點 鞋子 然後最後油光火下來 他是不是 鞋子他決定留著看 看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使用價值 好像沒有 因為他有機牌的話 應該是吃不到東西的 就是原來只能吃HELLO 可是HELLO都打過 我就應該沒用了 不過他可以衝 其實只是可以衝刺 對 那這邊可以 可以直接 武器就全解 對啊 他可以對裝器全解 哦 他選擇下 這個嘲諷 也是OK 不影響 基本上這局成功拿下了 關鍵還是在前面 連續 就是Secret王是強打了 終極瘟疫那一邊 然後卻很不幸 兩張 兩張三點子都爆掉 好 這邊 恭喜 陳泰 先 又 率先拿下一局 率先拿下一局 激素戰跑了 應該算是很好的消息 因為 相對來說 激素戰是一個 相對比較害怕 對方控制的牌子 雖然有阿薩蓮娜 但是 相 相比來講 這個對局來講 孝斗薩應該是優勢吧 孝斗薩絕對是 控制最強的 那獵人也還不差 因為獵人到後面 很多 強力的死神 我有點忘記他什麼 對我剛剛 等一下再看一下他 我記得他是 薩滿伯伯 應該薩滿伯伯吧 因為這個對戰來講 他的四組牌就是 孝斗薩 藍龍 國王的 然後幾個